9月22日,上海迪士尼乐园内发生一起游客违规事件,一名男子游客在游玩过程中还打扑扑玩偶演员的头部,导致演员直接倒地不起,后在工作人员协助下离开现场。 此事件迅速引发网友关注,纷纷指责该游客行为不当,并担忧玩偶演员的身体状况。 据了解,迪士尼玩偶演员的头套内部装有基础框架,以支撑和还原头部动作,但这也意味着轻微的外部冲击也可能对演员造成伤害。 针对此事件,9月23日,记者就此事致电上海迪士尼渡假区,工作人员表示,游客需之中可能未详尽列出所有禁止行为,但现场安保人员会维护秩序并根据情况做出处理。 对于扑扑演员的具体身体状况,工作人员表示,需记忆不了解,并已记录网友关切,将由相关部门后续跟进和记者联系。